掉粉视频 不行啦不要再掉粉 最近会做一些家里新买的东西的开箱的视频 其实不是开箱啊 基本都是体验 因为我拿回来都没有等到开箱 就开始拆了就用了 像这台机器是我们在双11的时候买的一个 比平时便宜几百块钱吧 但是它并不是市面上真正最低的价格 但是因为毕竟是官方的店铺 然后也是直接是国内的行货 不用加变压器什么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一个小的烤箱吧 桌面烤箱啊 待会会说一下这个产品 这种这种产品形态的一些 我觉得它的一些优势啊 之前就想买这个 但是当时考虑的一个就是尺寸啊 就是家里面其实这种 厨房电器什么挺多的 没有地方摆 比我想象中要小 比我想象中要小 就是你看哎呀太壮了 对它结构是这样的 它打开以后有一个网啊 这个网是自己要装上去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进水的地方 就是你倒一些水进去 它就可以产生蒸汽 这里有一些旋钮 可以调固定的几个档位 几种面包和几个温度 经常烤面包的话 碎屑会掉在这也是可以清洁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在用的 早餐经常用的一个个土司机 这个土司机是英国的啊 从英国扛回来非常重 然后其实扛回来第一天 这个还摔断了什么的 然后你看它的插头是这样的 还好厨房留了一个这个插头 它的品牌叫做Dualit 这个是英国最著名的土司机品牌的 最经典的一个型号 基本上大一点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大那么多 我原来以为这里是放不下的 就桌上的一个小烤箱 因为它是一个快速烤箱 它的容量不会很大 然后它就不如家里面 平时用的这个大烤箱 就我造下面平时烤披萨的蛋糕 这么的火力那么强 或者是容积可以放大 可以烤鸡什么的 它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它是很完美的一个 用在早餐的一个形态啊 就你烤面包 特别是烤面包各种面包 在日本一直是很流行的 就是这种小烤箱 很小的一个烤箱 你在日本看到很方的 那个小小的 真的它只能放一片吐司 多一点点的什么的 也都有啊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是一省店又快 我今天准备了便利店的普通吐司 比较好一点的面包房的吐司 冷冻过的面包房的 好一点的吐司 黄油餐包 法棍 然后今天其实这两台机器 我并不是要比较他们 因为一台是我五六年前买的 一台是新买的 然后他们其实代表的是 不同的国家的人的生活方式 一个是英国人 一个是日本人 亚洲人 那么英国人 他们其实就是喜欢吃吐司 他们的英式吐司 单吃也可以 做三瓶质也可以 他们就只要针对吐司 专注在吐司这件事情上面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们家换了一个家用电器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以前是怎么用的 现在能干些什么事情 然后这台机器是我自己买的 所以这机器也不是什么广告 我会觉得我看照片也好 去朋友家也好 我其实就像他们买这种吐司机 但我会觉得不实用 就是在我的感觉 大部分都其实都不太会用到它 不会经常频繁的用到它 但是如果你买这种桌上型的小的烤箱的话 其实是更好的更更实用 因为它可以做事情更多 你未必一定要买这一台 但是这种形态你可以考虑一下 接下来先做说明书上的吐司 就是它的看板吐司了吧 就是一块正常的吐司 然后变成吐司这个厚度就还可以 其实有一些面包垫它会切得更薄一点 我喜欢的吐司比这个会再厚一点 让它在这里切一个十字 不要切断 这样切 然后那一台提一下它有一个三明治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两片面包中间夹好了 你要放的三明治中间的馅料 什么菜啊什么的 然后你这样夹起来 对你可以这样固定住这块 这样烤的时候这个三明治的加热 就会效果非常好了 而且它不会散开 你的料不会掉出来 最后你再这样拿出来 然后外面还会有这个印子什么的 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设计啊 这一步其实老是说 平时早上是做不到 你早上起来哪有融化好的黄油对吧 好 现在接了一半的水 从这上面倒上去 它的旋钮 非常令人愉悦 当你把它拧到你要停 你就三分钟的时候你放开 它自动就会启动了 然后开始计时 里面现在有蒸汽 所以你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样子 但是它就实际上下的这个 加热的管在发热 然后它会产生蒸汽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这次差不多是四分钟啊 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好了 这个样子已经非常好了 我再给它放一块黄油上去 利用于热 关一会儿 然后这边就是拧拧上一个 你觉得OK的时间 然后等下看着它 花了 不错 烤出来大概是这样 背面有这种烧焦的痕迹 然后挺响的 然后这上面都渗入了一些黄油 我们接下来把它撕开 对 那就是这样 其实要听一下声音 接下来我准备烤一下这个餐包 这个餐包 它是没有办法在我之前的那个吐司机上面烤的 因为那个只能放片状的吐司 它的这个说明书上说 这种小的餐包用其他的传统的那个去烤的话 顶上很容易焦 接下来这个快要烤好了 这个是冷冻的拿出来的吐司 虽然不是那么冻 这拿出来是这样的 好烫好烫好烫 很烫好烫 很烫好烫好烫 这个真的是比刚才烤的那一片还要好 时间估量的比较正确 嗯 如果在Yamadaki的话 我基本上会买那个黄厚吐司比较多 但它有那个很厚的 就是一包切三片的那个黄厚吐司 这么厚 那个 我以前很喜欢吃这种特别厚的吐司 但是现在 我觉得那个也有点太超过了 就是面包卷 DORU 三到五分钟 这个标准的三分钟 但是它这里其实写的是说 你还可以在 调节烘烤时间 让表面有一个酥脆口感 所以 我准备再加到最高温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就是看上去是 正常的就是热了 然后把它调到最高温 加热30秒 尝试一下 我以后试过 焦了 你不要调到250度来烤它 对不对 我还有一个 可以再烤一下 看上去跟烤之前是一样的 现在挺烫的应该 看蒸汽 然后这个黄油卷它做得很好 所以说你可以在这可以吃到说 它里边是有一个芯的 这个芯是很软的一个状态 然后外面的壳呢 就是会更脆一点 接下来法棍 法棍 这个法棍其实已经这一端有点 没有密封好 有点晾干了 然后先把它这样切开 做三明治嘛 我准备那些黄油差不多都可以用完了 这样磨上 我们也不做特别正宗的吧 就做家里面比较容易准备材料那种 三明治 好现在我把它先放到烤箱里面去用法棍的模式 烤三分钟好像是 它在烤的时候我可以来准备培根 比如说我就将今天就要做培根和生菜的 因为培根和生菜都很容易储存在家里面 那我就煎到这个程度 它不是那个没有胶 你把它煎的干干的 把它油都煎出来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三分钟烤出来了 烤出来以后 刚才不是有一段已经稍微有点硬了吗 因为没有密封好 然后你看 先把培根放上去 这个就做的比较简单 不做那个 像神奇动物一样还叫嘞 早上也要吃蔬菜 对吧 然后再来一点那个芥末 刚才没有拍到一点素材 就是我在网上面又抹了一点这个芥末 然后整体的再进去给它加热一下 对你算一下这个时间就是烤面包的三分钟 椰头 可以变焙你 盖辅根顶多你多煎一会儿 煎个五分钟 这个形态的烤箱会让这种早上起来吃一个这种程度的东西成为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一点 因为她之后还可以做什么披萨三明治什么的 我也非常期待那个了 好,那今天还有one more thing 年糕 哇,爆炸了 刚才爆开的时候没有拍到 但是没关系 我以后有非常多的机会来拍它爆开 所以它给了五分钟这个时间非常准 硬的壳和里边都已经熟了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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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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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